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MediaPub 识别追踪手掌控制机械臂 这节课我们程序启动以后 摄像头捕获到图像 然后机械臂会跟着手掌在画面中的位置而运动 这里的手掌运动的移动速度不要太快了 不然图像处理会跟不上造成卡顿的情况 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在机械臂的主控中去运行 也可以用分布式前面这一段在我们的机器人中运行 后面的这里在我们的虚拟机中运行 那么这里我就以虚拟机中的运行方式来给大家演示 那么这里我已经提前设置好了多机通讯 我们先在机器人端启动前面一句 然后后面这一句在我们的虚拟机中启动 然后后面这一句在我们的虚拟机中启动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小车的实际画面调出来 首先我们按一下手柄的R按键 然后将手掌在画面中缓慢地移动 上 下 左 右 同时可以将手掌这样子开合合 好 好 那么这里就是本节课的实验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核心代码解析 我们本次的核心代码的位置路径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到代码分析 首先这里是需要导入重要的这个库 那么这个库呢 就是我们本次media pub里面要用到的一些内容 然后这里检测手部获取手指信息 里面的bbox是框柱检测到的手部画框的xy的最小值 这个值很重要 通过计算这个框的中心坐标 就可以来判断手掌在画面中的位置 这一句是计算出大拇指的弯曲角度 来控制夹爪的张合度 然后这里就是通过bbo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来判断这个中心点的坐标 然后在这里进行判断 通过判断就可以计算出1到5号舵机应该转动的角度 每个角度的计算方式的参数是根据实际可以转动的角度和摄像头的可视范围来标定的 现在我们来看到程序部分 这里我已经打开了就是这个arm control的这个py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这个bbo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过这里来计算出它们的中心点 然后在这里面呢去进行一个判断 最后再把这个数据呢 舵机各个角度的数据发送到底盘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流程图 流程图这里就是打开摄像头 获取图像 然后进入process函数 在这里面去进行判断 遥控是否解除控制 以及检测到的手掌 然后再如果判断为yes的话 在检测手掌 以及画面中框中的这个函数 这里呢就是这个手掌的一个信息 再进入这个现成的函数 根据lmlist计算出大拇指的弯曲角度 再发布关节的信息到底盘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